这个杀球可以说是非常猛的 但是你还滴就 不好杀数 首先你要了一点 杀球它是一个预判性的东西 首先从思想上 你要这样想 我杀球呢 我不是为了弄死 对吧 我是要让你难受 弄死和难受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你弄死对方 你就会跟铁锤一样 不断地弄死他 对不对 但是你让难受 你会想弱点 对吧 我第二个心情 我杀了一个追身 对吧 所以说这个心态要转变 要从我弄死你 变成我要让你难受 的同时 让我往前上搭档 那个凤往凤的书心 这个是想法上和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然后第二个转变就是 在杀球的时候 我告诉你 第一拍不是很重 最重的是第二拍和第三拍 然后第四拍又轻 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双打比较 第二拍和第三拍的杀球 危险是最大的 那你也搞清楚 我们的发力的角度来说 第二拍和第三拍是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可以第一拍做铺垫 就像我刚刚杀里样 我杀里个左边轻一点 你挑起来 我挑了杀里一个 不要追索 对不对 或者是做两个铺垫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杀一个脖子 对吧 你这个你可以进去想 反正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第二拍和第三拍上 用第一拍或者第二拍做铺垫 杀一个中间 对吧 或者杀一个短的 然后等他这一拍 然后杀一拍 杀他一个这个位置 这里 你看你刚杀的地方 这里都是好接的 你想杀我这里 对不对 但是我不会给你机会杀我出去 你杀我这里 我侧一步 对不对 我脚不会动呀 对不对 你杀我 你让我难受 空的会打的 你打过来 我侧一步 或者 我可以让空间 我脚不是会动的 所以我们会打的人 不会那么轻易 让你杀到我来受的地方 那你就更需要前面的 第一拍和第二拍的部分 好吧 这两个 对吧 一个是理念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铺垫的问题 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你的双打才会越打越好 那我们今天用的球拍 是金虹 是专门为旅听玩家准备的 一个中国元素的 权中管的一个球拍 五油的客重 文化拉满 配置都拉满 在温想中的潮污电部 各位严选 七夕给你们准备了 非常大的礼包 你们真的可以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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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